Hi 大家好,我是飛線信,我是Jason 同時用了Mac及iPad的使用者一定知道通用控制這個功能 我個人就非常喜歡這個功能 因為它可以讓我使用一組鍵盤、巧控板或者是滑鼠 就可以控制我身邊其他的Mac及iPad 在之前的影片也有介紹過 用起來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但通用控制在使用上還是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當裝置都在休眠待機的時候 你必須要一個一個將它們喚醒 才能開始使用通用控制 在使用上其實就有點憋手憋腳的 而今天我們就要來分享一下 要怎麼樣使用捷徑呢 一鍵就喚醒身邊所有的Mac及iPad 讓通用控制能夠立刻連上其他的裝置 同時也能使用AirDrop的傳輸檔案 就算是在iPad上面反過來喚醒Mac也沒問題 首先是iPad的部分 我們要先下載一個叫做Push Card的App 透過這個App發送通知給iPad之後 iPad螢幕就會亮起來 那亮起來同時也就喚醒了 這個時候其他裝置的通用控制 馬上就可以接手來控制這台iPad了 打開App之後看到 詢問是否要允許這個App通知 這邊一定要選擇允許 接著點選iWareDesignator 我們使用免費版就好了 然後到左下角的Notification 在這邊我們編輯一下我們的通知訊息 將它簡化 編輯完畢之後儲存起來 然後點一下Webhook URL 再點一下Copy URL 將這個網址複製起來 然後就可以下載我製作的捷徑 喚醒iPad 第一次執行捷徑 它會提示你請你填入Push Card的網址 我們就把剛剛複製起來的網址貼上 接著我們執行捷徑 就可以看到iPad收到通知 並且被喚醒了 這個時候通用控制就可以接手這台iPad了 那這個方法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會一直收到通知 那如果不想要一直看到這些通知 我們可以到設定裡面找到Push Card的通知 只保留鎖定畫面的通知就好了 另外如果在某些時候 你有啟用專注模式 像是勿勞或者是工作專注模式 那就必須將Push Card加入允許通知的名單 不然在這些專注模式下 Push Card 美國立刻發送通知的話 也就沒有辦法喚醒這台iPad了 接下來我們來設定快速啟動捷徑的方式 第一種就是將捷徑加入到功能選單列上面 編輯捷徑點右上角的驚探號 在詳細資訊中將丁選於選單列打勾 捷徑就會出現在上方的選單列了 第二種方式是將捷徑打包成App來使用 我們在捷徑上面點一下功能選單 接著點選加入到Duck中 它就會以App的方式呈現在Duck以及啟動器上面了 第三個是設定鍵盤的快速鍵 捷徑本身就有提供設定快速鍵的方法了 但是它只能用在有支援服務功能的App上面 那如果像是Line這些沒有支援服務功能的App 你如果在使用這些App的情況下 按這個快速鍵就會沒有反應 所以我會建議另外再安裝一款叫Raycast的App 安裝完畢之後按下鍵盤上面的option將空白鍵 然後搜尋捷徑的名稱 喚醒iPad 在這個選項上面開啟功能選單 接著點選configure shortcut 然後在這個捷徑後面的hard key 設定你的快速鍵組合 像我使用的組合就是shift加空白鍵 使用Raycast無論你在操作是哪個App 都可以用快速鍵快速啟動捷徑 接下來是喚醒Mac的部分 在開始之前我們要先做一些事前準備 第一個就是捷徑會操作到SSH的指令 所以不管是Mac或者是iPad 我們都要到設定裡面找到捷徑 將裡面的允許執行工序指令的功能打勾 第二個是要被喚醒的那台Mac 必須要允許遠端登錄 打開系統設定在裡面找到一般 接著點選共享 將遠端登錄選項打開就好了 第三個一樣是在要被喚醒的Mac上面 要關閉節省網路數據的功能 不然待機太久網路被中斷就沒有辦法喚醒了 到系統設定裡面點一下電池 在最下面有一個選項 打開之後我們要將 進行網路連線時喚醒電腦的選項改成總式 如果是Intel晶片的Mac 則會看到另外一個選項叫高效小碎 這個功能我們要將它一起關閉 最後我們要再取得兩個資訊 第一個是主機名稱 我們到系統設定裡面點一般 在共享的功能最底下 就可以看到你的主機名稱了 第二個是使用者名稱 我們到Finder裡面點選單上面的前往 然後再點個人專屬 在這邊就可以看到你的使用者名稱了 接著就可以下載喚醒Mac這個捷徑了 第一次執行的時候 一提示分別輸入主機名稱 使用者名稱以及登錄密碼 都設定完畢之後我們執行一下捷徑 授權的部分我們就按下允許 接著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的Mac 是不是就被喚醒了 同樣的在這個情況下 同用控制就可以接手這台Mac了 那如果你有多台Mac想要一起喚醒 那你可以在這個捷徑裡面 將這個SSH的動作複製出一份 再將登錄資訊改成另外一台Mac就好了 接著我們可以參考剛剛提到的方式 去幫它設定快速啟動或者是鍵盤快速鍵 那我們可以更快的操作到這個捷徑 而在iPad上面 則可以把這個捷徑加入到主畫面 或者是小工具 最後如果你想要一次就喚醒 所有的Mac跟iPad的話 你也可以下載第三個捷徑 這個捷徑其實就是加剛剛兩個捷徑 包在一起一次執行而已 你也可以將快速鍵 直接綁定在這個捷徑上面就好了 用今天分享的方式 以後在使用通用控制的時候 就不用這樣手一個一個個別去啟動其他裝置了 只要在你現在操作的機器上面 按一下鍵盤的快速鍵 馬上就能把其他裝置全部喚醒 開始使用通用控制 如果再搭配Apple的話覺得快速解鎖 使用起來真的是超級方便了 平常有在使用通用控制及AirDrop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今天的方法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希望可以幫助到你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